从现世间无啥好兵器 一拍照福与惊天地 情和意不忍舍弃 九云公布与空涌变幻器 尽是渴望烧烟手我路 他会起誓的剑墓 要祝我梦境灵天震怒 代价太高 修行按刀上 无奈各配赴了哪不见立场 尽了千倍了恩义 几时难以绝对未退让 从现世间无啥好兵器 一拍照福与惊天地 情和意不忍舍弃 红眼旧梦化不准 剑墙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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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朗大俠, 你為了救本王而犧牲 本王答應你, 一定會驅逐奸邪 力保大明江山 朗大俠, 這一程走 是我范良勁在方圓蘇十里法輪裡 找到的最好的程走 希望你在天之靈得以告慰 我們現在控在尹蚊 就以為可以運操成拳 尹皇馬上聯絡諸王 將真相告訴他 讓你知道尹蚊這個王位 是名不正義不順 我們要結集天下的力量, 替他抗爭 王爺, 你放心 武林百發和所有正道人士 都會站在你那邊 凡兄, 武林百派就勞煩你聯絡和部署 我范良極義不用事 你們馬上準備糧草 叫洞黑教圍隊, 準備應戰 是 風鴻烈 本朗絕對不會被你侵入的大好家園 阿柏, 你是乾爹 阿柏, 你沒事吧? 韓柏, 你開門吧 阿柏, 你沒事吧 沒事, 正在想事 我已經打點好一切 隨時可以把浪大俠 運回去盧交幫安葬 韓柏, 現在不是傷心的時候 浪大俠把花魂刀交給你 是想你秉承他的為之 做這把刀的主人 沒錯, 我就有很多事要做 怎麼會這樣?把刀都沒有光芒 為甚麼?刀人合一 他感應到主人離開 自然會哀傷難過 靈氣越強的兵器 感應力就越強 那是怎樣?刀光會不會沒有了? 是呀, 沒了刀光, 那把刀就等於死了 不可以, 放人也不可以死 一定有力不夠, 不會用刀 小心啊, 小心就放火魔了 師父已經死了 我不是被刀死的 你不可以硬來的 真是的 也不關你的事 或許是翻雲刀太傷心了 既然人和刀都是一樣 都是有靈氣的 可能他很快就好了, 很快就沒事了 你別這樣 花魂刀固然重要 但你自己也很重要 如果你胡亂運功 令得走火入魔的話 諾大海在天之靈也不會安樂 是我沒用了 我不會讓翻雲刀 還有以前的光芒 你已經盡力了 盡力有甚麼用 紅彈子幫不了他 他顏色越來越暗了 翻雲刀跟隨在浪大俠這麼多年 只怕從此一蹶不振 全姑娘, 不如你幫幫我 使用劍心通明 管主的真氣下去拔刀 全姑娘, 全姑娘, 隨著主人離去 逐漸消逝 她的靈氣隨著主人離去 逐漸消逝 她的靈氣隨著主人離去 逐漸消逝 我利家珠身上 並沒有作用 我利家珠身上 並沒有作用 翻雲刀真的會死 徐姑娘 你說翻雲刀是有靈氣 浪大俠也不是要他死 他還送了一把刀給阿柏 阿柏就是他身主人 沒錯, 能不能夠令翻雲刀起死回生 就要看你這個身主人 可不可以賜予這把刀新的生命 新生命? 所以你千萬不能放棄 冤枉王萬歲萬歲萬萬歲 平身 謝 謝皇上 為甚麼韓將軍今天沒有來早朝 回皇上 韓柏因為朗番雲被殺 所以他才會無心上朝 原來朗番雲不幸遇害 他身為本朝的開國眾臣 朕聽到他的死訊也很難過 不過江湖殺陸 並不是甚麼出奇的事 正所謂江湖事, 江湖了 韓將軍身為朝廷命官 手握重兵 應該以大事為重 動不動就不上朝, 成何體堂 那叫朕怎麼交託重任 朕正想跟他商討兵濟改動之事 既然如此 朕唯有將軍權重任 交託另外一位可以信任的勇士 全封行列 全封行列 封兄家請起 謝皇上 朕在登基以來 日夜虎屍國策上 有甚麼可以改動的地方 發覺各地軍隊各自為政 在訓練和調動偏輩上 很容易出現不協調的地方 朕打算恢復本朝初年的大都督府救濟 封兄家委任封兄家為大都督 現行的左右中前後 五軍都督府 全歸封大都督所管轄 封大都督更加掌管瑞印 可以全權調遣全國兵馬 封兄家為大都督 那是把調兵和練兵的權力 集中在一起? 封大都督, 請接瑞印 謝皇上 封兄家, 但願你新官上任 可以為大明江山帶來新起著 稟皇上, 正如皇上剛才高見 全國軍隊分歸各地繁王各自觀衡 在調配和在訓練上 造成諸多的地方 微臣提議 按時抽調各繁王的軍隊入京 等大都督府同一份練 這樣天下的軍隊 都可以為皇上所用 好主義, 朕就即日下旨 調動各地繁王軍隊入京訓練 皇上英明 你這個… 以上為了 不要再幹 你的時間 我的天 Disability 我可以把三個 haar 發生就很快 我未來 關注 安排 我會 剛剛 我吿了 我從來 我可以隨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打算打算死你了 我打算是發生的 我打算真是個王子 你還在罵上我修行李太祖宜待子 即是祖父百姓, 信應天命 妄想 本王絕對不會被你奪取大人江山 既然你堅持奉嫁了兵權 我唯有把你的敵意轉告皇上 我受命皇上一切明正言順 你反抗的話, 只是益賊 你無需再由中央朝廷之命為仿止 論兵力財力, 本王的風禦 未必會輸給朝廷軍隊 更何況分封各地的諸王 我亦不會看著父皇的江山落入奸人之手 如果你真的為息天下百姓 你就應該放手 收手的應該是你 你入侵我大明江山 本王只是撥亂反正 從而開戰, 還是為國之戰 是你逼我 我們會在戰場上見 皇上, 以亡實力雄厚, 勇兵自重 早就不將中央朝廷放在眼內 如今更欺負皇上年少登基 如果這次不嚴家懲戒的話 江山必定大亂 那封卿家你有什麼意見? 威援軍實力強頑, 是朝中長盛之師 我想委派韓大將軍 率領威援軍攻打熱火 以大將軍和皇爺的交情 可以勸服皇爺固然是好 皇爺和皇上血脈相連 如果皇爺肯回心轉意 我相信皇上一定敬王不救 好, 這個的確是一個好主意 是, 朕已經傳召了韓將軍 到時我就將這個重任委派給他 啟稟皇上, 韓將軍帶到 川 是 皇上, 那微臣告退, 縮下告退 朕已經傳召了韓將軍 朕將軍參見皇上 不知道皇上找朕將有什麼事? 韓將軍 朕想理率令威援軍攻打賢王 為甚麼? 你不必多問 皇上 威援軍一不達忠實, 義不殺義士 請皇上修回成名 否則, 皇爺只有請辭 你敢抗子 請皇上三思 今天請辭的只是韓派一個 要皇上再靈環不靈 將會離棄皇上的是天下老百姓 你要請辭的就將你一身蒲鴿脫下 這身蒲鴿是先帝所預辭 任何人都無權辭奪 讓人家蒲鴿無禮, 只得先帝不敬 既然如此 朕就將威援軍交給封大都督統領 由今天開始, 威援軍由本大都督統率 劉統領, 請你帶領大家操練一下 好, 真是軍人, 應該誓死侯宗朝廷 應該很明白, 違抗軍令一律於軍法處置 我讀得書少, 但我聽過, 民不謂死 奈何以死懼之 韓鴿, 你不同了 哪一個不是我, 而是你 你本來是個與世目中的人 為何強迫自己 我不想他日和你冰人相見 各位兄弟, 郭家興亡, 匹夫有責 我害怕絕對不是貪心怕死的人 不會為了一己安樂, 忘記民族大義 所以, 似天下泥民百姓於不顧 今天我再不是威援軍的統帥 但是我相信我走的路跟大家都一樣 有一條頂天立地的路 希望大家保重 我就是水雀場, 大將軍 我們寧願辭退, 你不要再袖遺約 好, 我們走 好, 喔喔喔 好喔喔喔喔喔 阿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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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你曾經說過 做人要胸懷四方, 以愛人為本 不論成敗得失, 只要對人有所承擔 則為之大丈夫 徒兒一定謹記師父的教誨 以後頂天立地, 或天下百姓盡力 報家為國, 絕不退縮 韓兄弟, 你是幫主的唯一入室弟子 也得到番雲都的真傳 以後我們就奉你為新幫主 參見幫主 參見幫主 方兄弟, 就算拼盡最後一口氣 我也要保護你 你連你救命, 一天你也殺 王爺回到封地囚組異軍 阿柏去了陸家邦聯絡正道百派 我想真的很快會打仗 到時就算這麼漂亮的夜色 也沒有人會欣賞 兩軍開戰, 受苦的必然是天下創新 這天都是那個風行令 不過我們一直把他當好知己 他騙了我們這麼久不再說 他竟然為了撫逼自己的民族 寧願天下百姓受盡戰火折磨 他冷血的 其實他並不是你所說的冷血 到了這個時候你還跟他說好話? 我們大明江山, 明明好地地 要不是他下毒 先帝根本不會這麼早死 雲蚊也不會燈威 所有所有的事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我不可以否認 你一切都是方行令所造成 但我相信有恩必有果 他之所以這麼做 都是因為先帝對蒙古人的不仁不義 那又怎麼樣? 他不可以因為這些事 去傷害這麼多人 我爹, 浪大俠, 還有你師父 全部的人都是被他害死的 我不是說他所做的一切是對的 只不過當我看到他跟浪大俠對峙 他終於都沒有成人之危 還放手到現王 我相信他還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 他現在的立場已經很清晰 擺明居馬, 要和王爺一戰 如果他對人 對天下百姓都還有一絲情義的話 我希望還可以說服他回頭試我 想不到你還會讓我單獨見面 我曾經以為你已經變成了一個大魔頭 但我知道你沒有煞浪大俠 還放開現王一馬 一個大魔頭, 我知道不是這樣 這樣又怎麼樣? 我是不是大魔頭根本不重要? 只要一天我和民族立場不同 我和王爺一戰爭, 永遠都是敵人 為何我們不嘗試放下我們自己的民族立場 為天下百姓想想 我始始終為的都是天下百姓 只要你們不相信我, 不接受我 就算好稱合意的人 像李師父做了浪大俠 也不可以接受蒙古人統治天下 難道只有漢人才會長官江山? 你寧願由蕊蕊這些人去做皇帝 也不可以有能者居知 你知道嗎?只要一天有蕊蕊這種分君 我們蒙古人也不有好日子過 我明白你愛護你的子民 讓你有沒有從漢年的立場想想想 天下已是明朝掌管, 一直井賢有罪 如果你挑起戰禍 要少數的蒙古人去統治這麼多漢人 等於落奪入侵 天下的漢人絕對不會心服 在大同世家裡面 無分比赤, 無分民族 為何他們不相信有這一天的來臨 大同世家只是一種理想 但從來都沒有實現過 因為以前的君主也有私心 但我風行列誤會 只要我大權在駕 我一定會善待不同民族 但我擔心你大權在家之前 已經生命逃炭 用勸勢换回來的江山 絕對不稱得上仁義 我不會因此而放棄 你將是要付出代價 有時候為了維護自己的宗旨 淺血殘殺在所難免 好似當日你為了救主元將而殺我 道理也一樣 雙口直都沒有怪過你 你為了心目中的道義而殺我 親手殺死心慌的人 那種痛苦絕對不下於被殺哥哥 老實說,我知道你有自己立場 我也有我的理想 但如果我現在退縮的話 我對不起我民族 對不起所有為了理想而犧牲的人 既然我們沒有辦法說服對方 所以說下去還是沒意思 謝謝你今天讓我來 起碼你知道我不是一個魔頭 不是為了一己之事而挑起戰禍 我也很慶幸你不是這種人 今天一別,看來我們再見就是敵人 你保重 楓耀,見到我們沒有將來 可不可以給大家一天的時間 拖自己的身分,不管民族立場 果然是屬於我們自己的日子 我以前都過過這種心態 小時候,我和大維住在深山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甚麼都沒有 沒有身分,沒有包袱 現在想起上來 開過這種日子真的很難得 很多人千方百計 去了尋找世外桃源 但其實世外桃源就在眼前 我不相信你這麼殘忍 看著這種生活 被無情的戰火吹拆 我和你都不是真名俗理的人 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隨時都可以陪你過這種生活 小朋友,哥哥教你積職好嗎 好啊 好啊 好 你去一個什麼縣? 你剛才說 我們可以隨時選擇自己想過的生活 但我想的不僅是自己 還是天下人 我想天下人 都是採取幸福和平的生活 為了一切大同世界 你有沒有想過 你在做的事 跟你想達到的理想 根本就是互相矛盾 你想和平,但又挑起自我 你想人人安樂 但結果會充滿血腥 你一切都不是我挑起 我為何要站出來,你應該明白 反抗暴情,會弱小同胞爭取尊嚴 這才有公義之情 戰爭只是最後一步 若非迫不得已的話,大家都不想 沒錯,我也是這樣的想法 你有沒有發覺我們所點的河燈一眼都沒有射 或許我們所許的願真的會達成呢 你還在想什麼 想起來,我們相識以來 其實很少機會這麼平靜坐在一起 記得第一次見你 你手上拿著冰雷的香浪 我們還差點大打出手 之後你偷了一幅玉劍 後來又為了我師姐來到慈行靜宅 罵我師父,連我也罵了 我們可算不打不相識 直到我陪你去槍守府 我一直以來我心情都不好,夢功盡塞 又被師父和你師姐離棄 是我人生中最香暗的日子 那段日子我脾氣又差,又粉絲質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你可以忍受到 其實我也不覺得是忍受 那時候我心裡只在想 希望可以幫你站起來 但就算自己受苦,也不覺得是怎麼回事 認識當理 是我封行你一生最大的福氣 七月流火,這個季節 應該很容易看到流星 看完流星,還可以看日出 看完流星,還可以看日出 我們之間再無緣無緣無故 很漂亮 大哥 是你 娘,這隻草雀雀就是哥哥送給我的了 那還謝謝哥哥 謝謝哥哥 不用客氣 那些花很漂亮,是甚麼花 是油菜花 我這裡有些種子 如果你喜歡的,拿些回去種吧 謝謝 不用客氣,這樣我們也走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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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這些種子 是不是真的可以開花呢 我不想給你搞的希望 對,我也說過,我民族責任 我只會把個人的希望買到最後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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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了一整晚,不如進去休息一下 別勸了,我不會放棄 你日夜這樣練,始終捱壞自己 劍心通明也沒辦法令他呼伏靈氣 你逼自己去練 沒錯,他會呼伏一點刀光 但是這樣跟吊命沒分別的 就像一個機密進斷的人 你強加耐力進去醫治他 他一樣是救不回來 他的刀魂已經隨著朗大俠的死而離開 想不到花魂都跟人一樣執藥 居然跟著主人走 花魂都已經不是以前的花魂都 像秦姑娘說的,刀魂已去 我想花魂都已變成一把廢鐵 我只是作個比喻而已 我只要怎麼會有的 再說一個大串 我只是改變很好的 每一個人都很老 這次再由的 我再說到最後一隻 來到了 你 made吃點便宜 只要是看完 你細心的味道 你為何只有先 你怎麼說對不起? 我剛才胡亂說的 你怎麼這麼說? 對不起 其實是我 令花雲都變了一把廢鐵 怎麼會呢?也不關你的事 是我沒用 是我修圍不夠, 不用用花紋刀 我沒有資格做花紋刀的主人 我還以浪塔的徒弟, 我真的沒有資格 都是死的, 人是活的 就算沒有花紋刀 你仍然是浪塔的徒弟 你現在要做的 就是替王爺對抗雲蚊和風行列 不要辜負浪塔的天之靈 你怎麼還有心情蓄棄呢? 你一點也不急 天下快要開箭, 我怎麼會不急 那你急, 麻煩你想想辦法, 好不好? 現在的威厭軍全部跟隨環派請辭 萬一燕王真的起兵 我們還去哪裡找一支 這麼有實力的軍隊出戰? 如果燕王和這麼多皇叔聯成一線 遲早會讓他們攻入皇城 你怕他們攻入皇城, 你就去大月不寶 怎麼會為自己不擔心? 朕倆都擔心, 所以你更加要想辦法 我們這場仗不可以輸 朕這麼辛苦才坐上王位 你也不想你半個江山 白白的雙手奉送給人? 是嗎? 沒錯, 你好想我去江山 絕對不可以白白送給人 你放心 我一定要替你打一場成長 你偷看他們, 但是… 快看他的, 結果大家都會被大惡 才ICK hac 大家參見大都督 參見大都督 這裡全都是我的族人 怎麼稱呼我不重要 我只希望大家明白 我們今天是為甚麼而戰 是要拿回我們失去的東西 或許我應該向大家致言 現在局勢未穩 這座光山還不可以恢復我們大元的國務 我希望大哥再忍耐待陣 我們知道大都督的苦衷 只要大都督一出生 我們誓死尊重 我們誓死尊重大都督 因為你可以令我們蒙古人有好人之覺 入回我們做人的尊嚴 你放心 我一定不會辜負大家期望 現在你重新建立一支軍隊 浸個心才定點 他們全都是我族中最精弱的人 那些人說不僅是戰鬥力驚人 還對我絕對忠心 我們有了一支這麼強大的軍隊 試問誰敢不服我們 如今各地繁忙, 蠢蠢欲動 就算我們有再多十倍的兵力 也不可能將他們阻撞擊我 這個當然, 那你下一步打算 我打算集中力量, 直接攻堅 攻堅? 沒錯, 就是選擇實力最強的人來打 是諸王當中以現王最強 只要攻下北平 其他凡王就陣腳大亂, 不公自破 如果你是真的家人 好, 會不會被人打算 任何人打算 你怎麼會被人打算 我們來打算 有4個女生 我打算先走 我打算是否 我們要打算 我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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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算 我打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